台湾的治安好吗 对大马的大部分民众来说 目前恐怕给予是否定的答案 大马在台湾 就在今年 已经有两名20岁出头的女子在台遇害惨死 其中一个被分尸 一个被勒比 于是 台湾的死刑问题 又再度浮上了台面 今天这一集就是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民进党 它是哪一条党纲里面出现的呢 首先 民进党的党纲 其实并没有名列费死 它有相关的条文 其实是出现在这里 在他们的行动纲领 自由人权篇中 第26条 尊重生命 严防冤狱 研溢费死死期的可行性 今天就是来跟大家做个延伸讨论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条 它设定这一条的意义 跟我们现在社会普遍共识认知的费死 有一样吗 我们可以先理解 民进党在创党之初 它是存在什么样的时空环境 民进党创党之初 它所在的时空环境 其实是存在于 有政治迫害 或者是 政治迫害后 可以用死刑来灭口的一种可能性 的一个环境 所以呢 民进党当初在创党设立这条的时候呢 其实是踩在政治的目的上 而跟现在所谓社会普遍共识的 费死 其实是有不同概念的分别 在政治的态度上 费死 它其实就是打下了一个预防针 或者是种下了一个 称之为民主种子的东西 可以严防政治对手 利用或者是滥用死刑 对任何一个政治敌对者 进行政治迫害 所以简单讲起来 可能大家这个社会所认知的费死 跟民进党当初认同的费死 是有不同意义而言的 好的 今天跟大家做个这个简单介绍 希望你们会喜欢 再见